青春本娥昨晚举行慰勞宴 一中台前幕后 连总经理曾志慧都有出席 不过大家最关心的 都是昨天下午带病出席商场活动 跌倒爆响的Gigi来不来得到 于是即场就追问掌门人 他不能碰到吗 他出动的时候跌倒了 刚才? 对 因为他肚痛 然后走后的时候不断碰到胎脚 然后就跌了地 然后就跌倒了 是吗? 是 应该休息一下 我也想尽量希望有机会让他休息 所以也不希望艺人太累 而且他们还比我年轻 幸好Gigi休息后没什么大外 趕来和大家一起到过难忘的晚上 还说回事发的一刻 真是严重 我的脚本身有点软 之后再加上继续 我本来打算继续 但后来也继续 后来坐下 然后谭俊俊前辈 他就走出来很窩心地扶我起床 谭俊俊前辈 谭俊俊前辈 对不起 谭俊俊前辈 你会不会很辛苦? 其实又不会 我觉得是自己的休息不足够 不是说工作令我休息不足够 而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方法去睡觉 现在还有没有有点脚软软的感觉吗? 已经好了很多了 两位身边不停地参赴你 一个抱着你一个 他摸我的背脚 哎呦 对不起 不是你摸我的脚 他摸我的背脚 对不起 因为我需要关心他 他突然传了信息给我 但我没有看 他没有看 我问他, 你好吗? 他没有回答我 我说, 加油 然后心心, 他完全没有读过 现在看到他这么精灵 是不是大家也放心了? 放心吧 放心 过了这晚的宴会 一众学员好像毕业离别一样 所以当直上播出拍摄期间的片段时 大家都留下感动的眼泪 我有眼睛濕, 但没有忍不住 我忍得住 我刚才看着很想哭 但我忍住, 因为我要做主持 这次又不能失控 想不到他们真是专业 可以捕捉我们不经意的样子 但又可以这么漂亮 大家都这么漂亮 为什么这么感动啊? 我们在一部剧中 那个世界很美好 不是我们现实中那么… 怎么说呢? 真实 就是真实 就是他很无患 所以我很惦记那个拍剧 仿佛仍在昨天 虽然真的在昨天 但是真的很… 就是觉得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很不舍得他们 本身我都没有哭 就是我看了一些片段 本身已经哭了出来 拦着后又吸进去 因为眼睛太干了 就是他又在… 不是这个原因 就是他又在哭 他又在哭 就是他一看 唉…就哭 他们真的很烦 虽然拍摄期只有一个多月 但大家都说有所得着 一个多月好像经历了很多很多东西 就是整个人都… 我觉得大家都成长了很多 我觉得感动之余 其实是… 是多一份 觉得自己原来已经经历了这么多东西 那种成长 我们十五个人 这么难得 可以聚在一起拍一部剧 其实真的没那么多机会 那么…